原水風波停不了 到處都驗出食水含源 其實是否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還是只有香港才出產原水呢? 我們走訪深圳、廣州、上海、澳門和台灣 抽取共22個食水樣本 發現其中兩個台灣樣本含源但沒有超標 其餘一律未發現含源 即是說中港台澳只有香港食水含源超標 香港食水含源皆知漢民更嚇怕澳門居民 朱先生說對自來水有戒心 每天都上山拿水 家裡客廳都堆滿十多瓶山水 我們坐上山那天是幾十人 現在幾千人都拿了 每個人都拿了 對澳門食水都沒有信心 新兼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 委員的綠色力量總幹事文志森說 外地大多工程都使用於切接駁位的水管 相反香港的水管要罕接 因此解釋到為什麼內地和台灣 未有出現超標原水 香港國安來說 因為建築人材和專業人材相對少 因此所謂半熟練工人 或者不熟練工人比較多 造成他們用漢料相對比較多 而如果漢料比較含源 時分高的時候 他們用大量漢料 變成漢料很容易滲入水喉內側 有學者也批評 沿水事件反映部門嚴重缺乏危機意識 過去二十多年 一直都安於一種略議 就是過去二十多三十年 政府的連結度提升了 政府的管治水水也是高的硬 安於這種虛榮感 就變得慢慢慢慢並沒有與時並進 在很多政策標準方面提高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也指 沿水風波發展至今 顯示成因或者與政府監管外判不力有關 當局應該盡快解決根源問題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